保护家园 保护家园 让一到底 保护家园 换对挖矿 全台开发中矿场 有80%位在原住民族土地上 而位在南投信义地利村 咕咕山的清聚矿场 在停了好一阵子采矿后 达玛链部落族人最近发现 业者又开始动作 不仅通过矿业权展现申请 还能持续采矿到2025年 但早在十多年前 达玛链部落就对采矿有意见 认为会影响到矿下部落居民 赖以生计的农地 水源地以及传统领域 山在挖的时候 它这个山脉跟部落的山 是同一个山脉 那你在这边一直挖一直挖 当然一定会影响到 前方部落的生命财产 这次展延期限 部落依旧没有被知会 尽管开发单位表示 按照现行矿业法书合法申请 水保单位跟矿物局也核准通过 但令委孔文集跟环保团体强调 一元机法第21条 资商同意权规定 包含采矿等开发行为 都必须取得部落同意 否则就是漠视原机法 引起部落抗议跟反对的这些矿场 好比说地利村 好比说南澳湘的五塔村 这个都应该要先停工 它虽然已经有矿钱 也可以采矿 矿物局已经给它核准这个矿钱 是在我们原住民地区 所以我们会比较主张 就是说这个能够取得 我们原住民族的资商同意权 现行的矿业法 确实没有去明定说 采矿之前要取得部落同意 但是现行的原机法 其实是有规定开发行为 要取得部落同意 目前在立法院里面 关注矿业法的修法 其实很关键也是这一块 行政部门就是所谓的经济部 矿物局他们是没有任何共识的 矿业改革 寄望目前在立法院协商中的 新版矿业法 但目前行政院跟经济部的态度 只在新矿业用地核定时 才需践行资商同意 既有的矿业权展现阶段 则不需践行 然而践行资商同意权的时间点 有哪些 目前在立院尚未获得共识 29号中午也将进行 第四度的矿业法党团协商 他们明知 原住民的权力要优先 这是我们的基本态度 但是到现在为止 几乎完全以院办为主 再安排一次的协商 希望能够有突破性的一个发展 朝野协商召集人廖国栋表示 如果这次协商重点条文 还是无法突破 会将矿业法送出委员会 到院会让立法院长苏家全 负责协商处理 但这会期五月底就将结束 矿业法要通过 恐怕还要召开临时会 才有机会顺利通过 原事新闻喜故 留立法院采访报道